第529章 天方又复苏了 火凤界 距离约战时间 还有一些时日 此刻的火凤界 正在挪移 朝着雷界区域挪移 而那空中之城中 火凤界主也收到了消息 有些意外 地龙界居然进击了七界 另外 凤眼你之前收下的那位外侍长老 也在朝那边移动 看样子 消息倒是灵通 火凤界的外侍帝尊 都有定位的 这一点理好知晓 之前 他将定位的源头 留在了一方虚界之中 而今 黑豹回返 带走了虚界 也没有再做隐瞒 而是直奔地龙界而去 位置自然暴露了 一旁 那位龙族长老有些意外 地龙世界晋级了 还真出乎预料 火凤界主也点了点头 的确出乎预料 不过此刻 他也没时间去那边看看 即将合为雷界 此刻不但他不能离开 界中的 这位七界龙族 还有另外那位七界凤族 都不能走 三大七界 才能有十足的把握 去拿下雷界 至于附近的其他几方大界 能不让他们出手 那是最好的 出手了 雷界的归属权 就会出现很大的纠纷 那黑狗帝尊 炼化了六界世界了吗 这么快就离开了 虽说龙域不限制 可毕竟是龙界直属区域 贸然过去 小心引发一些纠纷 之前还想让那黑狗 抓捕一下之前龙主传令的 那人族信仰修士 结果这家伙居然跑了 活凤界主开口道 既如此 凤炎 帝龙界晋级 也是我龙域境内的大喜事 我无时间 亲自前往那边道贺 你便带我去向帝龙帝尊道贺 等我拿下雷剑 你再回来 两军交战 还是要小心一些的 自己的女儿 能不参战最好 之前还没合适的理由和借口 如今 既然对方晋级了 是混沌大喜事 那边更安全一些 而且还有帝龙 这位七界帝尊在 帝龙 可是知道凤炎身份的 龙主的女儿 自然会保护好凤炎的 黑狗这个外事长老过去了 凤炎随之而去 也很正常 符合常理 这样 火凤界内其他帝尊 也不会说三道四了 母后 凤炎帝尊有些纠结 大战当前 母后还要和雷帝交手 此刻自己离去 这不是逃兵吗 世界晋级 是大事 我龙域很多年 没有诞生新的七界世界了 我和几位七界 都有要是无法脱身 只有你 能代表我火凤界 也不止你 这一次 必然还有不少 其他大世界帝尊会 过去道合 说到这 又到 新诞生的大道宇宙 若是有机会 你可以观摩一番 帝龙帝尊 想必不会拒绝 你观摩 我们也无需占据 他的大道宇宙 因为看不上 我女儿 只会用雷界的 大道宇宙晋级 成为下一任 雷界之主 凤炎还想再说 火凤界主一锤定音 去吧 此乃要物 帝龙帝尊乃是七界帝尊 见到了 可以客气一些 对你以后有帮助 此话 意味深长 一旁 那老人龙族 也是轻笑一声 点点头 凤炎殿下去便是 待我问好 帝龙是个直性子 还算好打交道 以后 也有接触的机会 凤炎看了一眼两位 许久 才点点头 有些沮丧 他可是准备好了 亲自参战的 六阶巅峰帝尊 还是有资格参战的 可惜 母后不同意 见凤炎答应了 火凤界主一笑 很快又微微皱眉道 去了 警告一下那黑狗帝尊 在龙域 要有一些规矩 火凤界的帝尊 不要贸然跨境 此次你去 火凤本土的帝尊 你就不要带了 带一些外事帝尊过去吧 沿途护卫你的安全 母后 无需如此吧 我已是六阶巅峰 要的 火凤界主开口 若非情况不允许 此次 起码要有大量 中阶帝尊护卫 为你开道 因为 你是龙主之女 排场要有的 这也是你 第一次去龙界那边 接触龙界区域的顶级强者 不能让帝龙小觑了你 若非雷界之患 就在眼前 这一次 火凤界的那位七阶长老 都要随同 才能衬托出你的身份 才能斩落我火凤界的强大 带一些杂牌的外事帝尊 都有些丢人了 一个不带 那更丢人 好在 还有个黑狗在 好歹也是五阶 多少还有几分面子 凤言帝尊考虑一番 最终还是没拒绝 也拒绝不了 只是疑惑 龙界那边的七阶帝尊 晋级了世界 的确是大事 可放着眼前的雷界不管 让自己离开 好吧 虽说自己不是七阶 起不到决定性因素 可母后也太重视那些 不相干的帝尊了 心中疑惑很多 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很快 凤言帝尊离去 等人走了 火凤界主看向身旁两位七阶 出声道 龙主那边 隐约有消息传来 让我小心一些 好像派了人归来 看样子 还是不太放心我们 有些无奈 雷界都到了这地步了 龙主还不放心 到底是高估了雷主 还是 觉得自己无能 三大七阶 为官一方 已经断粮多年的七阶世界 这若是还不能拿下 那也太小觑自己了 何况 雷界内部都是筛子 他安插了许多人手在内 从内部得到的情况看 而今 那些帝尊 也并未获得大道结晶 还是维持困窘状态 这一日 大量的帝尊 开始朝地龙界进发 不单单只是 龙界附近的帝尊 还有其他大界 混沌联盟 十二家大世界 除了龙界之外 其他十一家大世界 哪怕距离很远的世界 也有强者赶来 准备道贺 世界晋级 和本人七阶 和本人七阶不一样的 世界进入七阶 代表一点 你可以组建自己的势力了 是的 势力 有了大道宇宙 你就可以培养帝尊了 可没有大道宇宙 你是很难培养帝尊的 中等世界可以诞生帝尊 问题是 没有大道宇宙 谁愿意加入中等世界 起码 吸收不到真正的强者 哪怕你借主是七阶也没用 唯有诞生了大道宇宙 甚至有六阶帝尊 都愿来投靠你 比如红月世界 有世界在的时候 甚至七阶都愿意投靠 尽管很少很少 可现在 红月帝尊成了散修 低阶帝尊都懒得追随 又没太大的好处 这就是世界七阶 和个人七阶的区别 一个可以培养人 一个只是单体强大 地龙世界 大道余波不断溢散 地龙虚影还在覆盖天地 那是地龙帝尊的一些精血 骨骼 血肉在燃烧 铸造出了虚假的假象 谁也不会想到 无声无息中 这位七阶帝尊 就被人猎杀了 有着能耐的 都在大家视线中 一位七阶帝尊 处于龙域核心地带 雷主和五方妖主 都在老巢待着 新武 赤阳这些强者 还在交战 谁敢来这猎杀地龙 而此刻 距离大道宇宙波动一散 已经过去了五天 距离一月之期 也过去了十天 地龙世界周边 已经有不少混沌巨兽盘旋 但是都没敢靠近 只是远观 附近的一些六阶世界 更是早早抵达 甚至没人的天荒世界 都被拖拽了过来 伪造假象 世界之中 一位为银月帝尊助力 很快 钱无量身影闪烁而现 侯爷 附近已经来了27位界主 有些带了世界而来 有些没带 六阶帝尊三位 五阶帝尊三位 四阶帝尊九位 剩下的都是低阶帝尊 中等帝尊 比例很高 因为此地是龙界核心 距离龙界越近 世界等级越高 所以目前来的 都是一些靠得很近的世界 五天时间 在混沌范围内 其实范围不大 这些中低阶帝尊 能在五天时间赶到 代表本来就在这一片区域内 15位中阶帝尊 12位低阶帝尊 也许中等世界内 还有其他帝尊 这么说 是来了27方世界 对吗 嗯 钱无量点头 是的 这算的只是世界 一般情况下 混沌兽行动 会带上世界的 要不然 自己都可能忘了自己 把世界放在哪了 而且 一旦不带上世界 界域内没有帝尊存在的话 有路过的帝尊 顺口给吃了 你知道谁吃的吗 不知道 人家一口吞了 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既然能带 这些混沌兽都愿意带着世界 少数帝尊不带 那是因为 界中还有其他帝尊 帝尊厮杀 龙主会管 可帝尊之下 死光了 也没人会管你的 太多了 管不过来 差不多可以收割一批了 不能回去太多了 李浩开口道 接近三十个世界了 先收割 否则 后面会越来越多 大道宇宙 将它们都覆盖到了吧 覆盖到了 钱无量也是择舌 忍不住道 还是侯爷睿智 搁在其他三域 大道宇宙覆盖 大家都知道 这是很危险的事 在这 这些家伙 反而觉得是机会 有精纯的大道之力一散 一个个的还主动靠近 李浩失效 正常 这就是统一王权的一点弊端 大家都觉得 境内无视 大道宇宙新生 一散大道之力 反而是汲取大道之力的机会 太正常了 相当于银月世界内部 李浩的宫殿附近 一散出大道之力 李浩的那些麾下 会因为担心有危险 远离 自然不会 肯定会兴奋地 直接在旁边吸收一点 沾点便宜 相信李浩不会害他们 一样的道理 这可是龙主的地盘 而龙主 在这些混沌兽眼中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是霸主 是混沌兽的圣人 谁会怀疑 龙界附近有危险 李浩眼神渐渐冷立起来 居安思危 这个道理 希望大家永远记住 混沌兽在龙月安逸太久了 那就让我们提醒他们一下 这世界 毕竟还是人族更强一些 大道宇宙 既然已经覆盖 那就 动手吧 所有人 入大道宇宙 瞬间 大道宇宙裂开 一位为帝尊 迅速钻入大道宇宙 此刻 那些世界就在附近 大道宇宙直接笼罩了他们 有大道宇宙在 那就简单多了 直接降临 雷霆一击即可 出发 大道长河翻滚 一群人迅速开始进发 这一次 不再是一个个击破 而是同时出手 二十多个世界 一个也别想逃 此地 六阶世界有三家 除了天荒之外 而这三家 李浩会降临一家 空击一家 剩下的那一家 则是交给了两位道主 在剩下的世界 第一等世界会交给银月帝尊去对付 而剩下的一些中等世界 会由天极他们 主攻几家 剩下的 等李浩他们击溃了对手 再去一一收拾 这一刻 银月中等帝尊欠缺的弊端 也展露了出来 一旦分散行动 就缺乏一些主攻力量了 地龙世界附近 寒蝉世界 这是一方六阶世界 世界之主 是一只混沌蝉 在混沌中也很罕见 虽然也修混沌之道 可主攻的 却是较为特殊的音波之道 蝉鸣声一出 往往对手还没回神 就被瞬间击杀 此刻 世界之上 这只巨大无比的寒蝉 正在贪婪地吸收着大道之力 有些欣喜 新生的大道宇宙 大道之力就是多 关键是 对方还控制不住一散 最近几日 他吸收得很痛快 很爽 若非忌惮的龙帝尊 他甚至想进入大道宇宙看一看 因为他第一次 如此清晰地感知到了大道宇宙的存在 甚至就在自己头顶上方 太近了 近得他都想撕裂虚空 直接进入其中了 可惜 帝龙毕竟是七阶帝尊 他也不敢太放肆 正贪婪地汲取着大道之力 忽然感知到了大道宇宙的波动 有些疑惑 怎么 大道宇宙内部有动静吗 刚想着 就在他头顶 一人浮现 李浩也是唏嘘 真贪婪 大道宇宙就在你头顶 你也敢在下面汲取大道之力 真以为我这些大道之力 是白送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道理都不懂 那活该去死了 没有任何话语 也无需任何话语 手中一柄长剑浮现 正是苍穹剑 而金却不再是四阶帝兵 已然进阶五阶帝兵层次 千阶汇聚 毁灭之力浮现 道宇镇压 宛如混沌雷劫降临 一个刹那 一剑杀出 道宇将这位六阶帝尊压制住了 对方还没回神 甚至还没来得及去反应 因为距离太近太近 一个刹那 寒蝉悲鸣声传出 哄 雷霆毁灭 世界好像都被崩碎了一般 一剑斩下 咔嚓一声 将其直接斩成两劫 道员刚浮现 挥手一剑 直接彻底破碎 大量混沌之力溢散了出来 到死 这位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 何止他 就在这一刹那 四周 许多世界 同时爆发战斗 李浩这边速度算快的 那边 空气速度也不慢 一个瞬间 便将一尊六阶帝尊 直接凝固寂灭 大寂灭爆发 六道之拳一拳打出 直接将一尊混沌巨兽 打得四分五裂 如今的空气 比往日多了一些速杀 一些野蛮 六道神拳 以前他是不用的 他更喜欢用一些看起来 避格很高的手段 比如大寂灭 光暗交错 生死抽取这类手段 可自从和地龙兽交手之后 空气知道了一个道理 狮子薄兔 也得全力 小心阴沟里翻船 上来就是能打破 七阶帝尊肉身的六道神拳 那可怜的六阶帝尊 甚至都没来得及惨叫 直接被打得四分五裂 直接陨落当场 还有一些世界 此刻还没被攻击 远远看到一些世界 好像爆发了战斗 还在正神之中 下一刻 李浩和空气 瞬间移动 出现在两方五阶世界之上 这就是大道宇宙的用处 否则 这些世界 也有一些间隔 帝尊想挪动 起码也要一会时间 可有了大道宇宙 还处于它的覆盖范围 那就可以瞬移 当然 这也有一个危险 容易暴露大道宇宙的位置 强者在这 很容易攻入其中 可李浩和空气 显然是不在乎的 两人瞬间浮现 两个世界的五阶帝尊 甚至来不及避退 只是一个眨眼 杀六阶都轻松无比 何况是五阶 完全地碾压局 咔嚓一声 面前的五阶帝尊 宛如宝纸 被李浩一剑斩杀当场 四周 惨叫声这才开始爆发 一位位帝尊 疯狂咆哮起来 可声音 却是压根传荡不出去 这是混沌 而且 四周还有大道宇宙遮掩 远处 一位位迎跃帝尊 兴奋地疯狂咆哮 这一次 他们更多的都在用试 袁硕说 试得强大 目前主要还是靠战斗来强大 这些帝尊 也都听取了意见 纷纷爆发起来 有的势均力敌 有的还弱了一些 可都是兴奋无比 此刻 也有帝尊回神了 七力大吼 人族 嫡系 太快了 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突然袭击了 几位六阶帝尊 更是眨眼间被杀 更是可怕无比 李浩也不管这些家伙惨叫 而是看向远处 那边 死气浮现 灵红玉迅速斩杀了一位帝尊 朝着下一个世界进发 而死去的帝尊 正在朝他身后的黑暗之地汇聚 死亡帝尊 这些帝尊正在复活 灵红玉这边 使人越杀越多 虽然这些帝尊 目前还无法保持长期的战力 可是 短时间内 却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杀一个 就多一个护卫 死亡之道 算是被灵红玉给完明白了 李浩都有些疑惑 他杀死的帝尊 若是也能复活 那就不得了了 他可是杀过的龙兽 杀过骑水 杀过红玉七阶帝尊的 若是也能如此 那岂不是说 他现在麾下 都有三位七阶帝尊了 当然 好像也有一些限制 那就是 好像只有他自己杀死的有用 李浩心中微动 没再管其他人 瞬间消失 下一刻 降临到了灵红玉跟前 灵红玉一正 李浩拉起他 瞬间消失 眨眼间 出现在最后一个六阶事件 而此刻 两大道主 正在围攻对方 已经占据了上风 那是一头巨大无比的巨熊 李浩一出现 什么也不说 长剑浮现 一剑斩出 毁灭之力爆发 轰隆一声 巨熊被杀了的对穿 却是没有死 而是剧烈挣扎着 不到 李浩开口 灵红玉什么也不说 手持血红色弯刀 瞬间浮现 一刀杀出 死亡之力爆发 轰隆一声 斩断身躯 又是一刀 将其爆发的道元斩裂 李浩默默看着 等待了一会 看向灵红玉 灵红玉摇头 化为死灵 成为我的护卫 这样不行 混沌也有一些规则存在 或者说 大到存在一些规则 我可以化死灵 前提是 它的致命伤 是我的死亡之道留下的 李浩若有所思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困住它 让你一直杀 杀死了对方 就可以成为你的死灵护卫了 嗯 但是 不能太强了 灵红玉又补充道 虽然他们不需要我去控制 可他们需要在 我的死亡地狱覆盖范围内 太强大的存在 会称暴我的死亡地狱 那不单单对方 不能成为我的死灵护卫 连其他的 都会被一起灭杀 而今我还是三阶 大概也只能承受 四阶帝尊层次的存在 有限制的 李浩皱眉 又很快释然 若是无限制 那就太可怕了 生死之道 不 死亡之道 一道就能称霸天地了 你杀一个 或者你捡到一位 九阶帝尊的尸体 岂不是直接无敌了 可惜了 李浩有些遗憾 此地可是有三位六阶 可惜 错过了 说吧 又道 你四阶 有感觉吗 杀戮 灵红玉也不客气 杀死的强者越多 死亡之力越是浓郁 最近死了很多帝尊 其实我也隐约感觉快了 这一批帝尊全部被杀 我汲取死亡之力 也许有希望进入四阶 杀戮对死亡之道而言 是最好的感悟手段 最佳的晋级手段 可这样的机会 大概也就李浩这边有了 短短十日 杀死了太多帝尊了 那就好 希望你能早日晋级四阶 你能进入四阶 也许能控制六阶帝尊 那时候 就是死亡大军了 李浩笑了起来 我们现在欠缺中间力量 我和空忌虽然可以搏杀七阶 可毕竟不是七阶对手 一方七阶大世界 可不单单只有七阶帝尊 还有大量的中阶帝尊 而我们 缺乏这样的力量 目前 攻破的都是中小世界罢了 大世界 帝尊多的 甚至有近百位 像火凤界 可怕无比 好几百帝尊 虽然很多都是外式帝尊 当日攻打四大戒 那时候 森兰三十多位帝尊参战 还死了一批呢 没有森兰帝尊 纠缠那些帝尊 当日也难拿下红月世界 以多咬死相 何况 帝尊也不是蚂蚁 起码现在的李浩 对付一个六阶没难度 可三五个 七八个 或者更多一点五阶四阶 帝尊联手 他也吃不消 明白了 灵红玉露出了一些笑容 此刻 好像心情瞬间开朗了许多 因为 他也想到了这一点 这就代表 自己走死亡之道 是有用的 很大作用 虽然高端战力 目前无法帮忙 可自己进入四阶 杀死了六阶 也许都能成为自己的死亡护卫 那时候 自己虽然 无法主导高阶战场 可中低阶战场 死亡之道 那是无敌的 只会越杀越多 目前 他还没感受到限制 具体能控制多少 他不清楚 此刻 他身后已经有六七位帝尊了 只是 实力都不算太强 又看了一眼 远处又在疯狂 蛊惑人心的女王 灵红玉心中冷笑一声 只会食人牙晦的家伙 就知道减便宜 蛊惑人族信仰 可不是什么正宝 目前还需要你罢了 真等哪天 混沌中 银月称大 李浩岂会让这样一位神灵 存在于整个混沌之中 那岂不是人族都成了信徒 当然 死亡之道也好不到哪去 杀人 强大自己 强化自己 这些大道 都有些偏门 不算是正宗 而这些偏门的大道 强大起来 好像也更快 不过 更让灵红玉有些意外的是 远处 有一人 天赋不行 胆子不大 除了能拍马屁 几乎没什么特色的家伙 此刻 居然也气息涌动 从一阶跨入二阶 二阶不算稀奇 可这速度 也是极快的 远处 胡清风再次低贺一声 请王将士 珠魔降妖 虚影呈现 一个虚幻的李浩浮现 一剑杀出 虽无本尊的强悍 可这一剑 居然也不弱 面前一位二阶帝尊 居然真就被这一剑杀死了 好像 民间流传的请大神一般 请神之法 此刻的胡清风气息也波动起来 很快 正是夸入了二阶 眼中神采 欲加浓郁 极其的虔诚 看向远处李浩本尊 仿佛在看神 什么女王 那是伟神 真神 是这位 在他眼中 李浩都不再是人了 而是神灵 他不是没见过更强的 可是 李浩杀死过七阶 还有 李浩 才二十多岁啊 胡清风 自从凝聚大道的那一日 就彻底沦陷了 到了今日 已经是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在他眼中 李浩不管是现在未来 一定是混沌第一人 第一神 从一个不入流的世界中走出 到今日 区区数年 打造了整个营业体系 五十多位帝尊 甚至搏杀过高阶帝尊 这才是不可思议 那边 李浩也是无奈 马德 每次看到这家伙用大道 都觉得别扭 神棍似的 李浩很是无语 而远处 空击灭杀了几方世界 此刻也瞬间浮现 笑容灿烂 有点意思 这家伙的道 越来越玄妙了 我是真没想到 还能如此 你那虚拟世界 不是要见万剑吗 他这道 我觉得 你可以建立一个世界 真的 很特殊 你上次不是说 需要什么之剑吗 他这道 可称之为神剑 不说其他 单纯只是一门大道 请神入体 这就不可思议了 还有那灵红玉的道 可助死亡之剑 你师父 那宛如怪兽一般的世神 又自称老魔 我看 可见魔剑 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音乐武师 比想象中的还有趣 李浩笑了笑 只是计划罢了 你还当真了 为何不当真 空击笑道 有计划就是好事 若是以后 真剑万刀万剑 给我留一个世界 我想想 建立一个六道之剑如何 六道之剑 李浩失笑 怎么剑 你倒都是两极之道 光暗 生死 寂灭复苏 剑个屁的六道之剑 那 空气有些沮丧的感觉 也对 那可惜了 人家你说要剑万刀 那我六道之剑 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了 摇摇头 还是有些小遗憾的感觉 李浩笑了起来 六道之力不简单 单独开辟一剑 未必有人能学会 真诞生了生灵 也未必能继承 不如 在这万界之中 再开一遇 不开剑 开遇 作为万界交汇之地 彼此交流 彼此杀戮 生死 寂灭复苏 光暗 都比较适合厮杀 嗯 空气一正 很快笑道 这倒有些意思 只是 这样的话 六道之力还是太少 万足交汇 不说万道俱全 区区六道 有些没面子 他打去了一句 六道之力不少了 可真要按照李浩所言 建立一个万界交汇之地 区区六道 岂不是让万界看了笑话 李浩也是哈哈笑道 那就补充好了 空气兄 六道 可不是你的终点 也对 空气笑了起来 两人谈笑风声 四周 渐渐安静了下来 一位位银月帝尊 拖拽着世界 朝这边汇聚而来 一个个都很兴奋 不少一阶帝尊 而今都已跨入二阶 此次 又收获了数十个世界 李浩开口 打扫战场 速度一些 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虚界融实界 各位穿梭记忆长河 冒充各界之主 维持此地有世界存在 不可让人怀疑 世界此刻不能吞了 吞了 人家后来的一看 我第一个来的 明显不可能 这些世界都先留着 如今 已经汇聚了五个六阶世界了 包括天荒和地龙 还有三个五阶世界 九个四阶世界 一堆低阶世界 看着这些世界 李浩也是美自知的 继续观察 世界超过三十个之前 就出手清扫一次 我要将龙界区域世界 一网打尽 这边的李浩 正在疯狂收割 而雷界这边 雷主也是收到了一些消息 地龙世界 跨入七阶了 可能吗 不可能 而他知道 有一人 有大道宇宙 迎越王 真是个毒辣的小子 可怕 这么一搞 多少世界会过去 多少世界会被他摧毁 难怪这家伙 之前看不上那点大道结晶 雷主也不傻 心中震撼 就这情况 到后期 汇聚几百个世界都不难 真他们很多啊 可是 微微皱眉 几百个世界 那多少人足 这银月王 考虑过这一点吗 一个世界 哪怕只有几十亿 几百个 那也上万亿人足了呀 这 都被杀了吗 雷主心中唏嘘 此刻 也没说什么 只是觉得 这银月王 过于毒辣了 他倒是看到过女王一次 可没看到神国 就算他麾下有两位 类似于混沌兽的存在 两方世界 才能带多少人 这一刻 雷主什么都没说 只是觉得 以后有必要离这家伙远一点 太过毒辣的家伙了 上万亿人足 哪怕混沌兽 这么多年来 杀死的人足 撑死了也就这么多 时间 还在一点点过去 而这一日 天方玉 光明世界 有些撑不住了 光明帝尊 也做好了妥协的准备了 再次交战 几位光明帝尊 人人带伤 光明帝尊 浮现在戒门之外 此刻 看向对面那些强者 有些愤怒 也有些无奈 他要投降了 再这么下去 自己哪怕坐拥本土优势 也撑不住了 而就在此刻 光明帝尊 正要开口说 签订大道盟约的事 忽然 众人都是朝一个方向看去 遥远的地方 天方世界 那世界 这一刻 忽然爆发出璀璨光辉 不止如此 几位巴结帝尊 之前除了红月 都取走了一颗大道星辰 此刻 这大道星辰 居然爆发出了一些光辉 嗯 众人一正 下一刻 都是脸色微变 天方宇宙复苏了 好快 这么快 上次大家收走了大道星辰 也知道迟早会复苏 可是 这才多久 几位巴结帝尊 都有些不可思议 而光明帝尊 眼神却是瞬间一亮 哈哈大笑 天方复苏了 好事啊 他看向对面三人 眼神有些变化 你们 还要留下来围攻我吗 天方复苏 当日拿到了大道星辰的帝尊 都会知晓 李昊 李昊起码散出去了数十个大道星辰 数十位七阶帝尊 都知道天方复苏了 何况动静这么大 就算不知道的 现在也知道了 你们不去 也许 就没机会了 此刻 龙主几人 也是微微皱眉 天方复苏是好事 可是 太快了 光明眼看着就要投降了 他撑不住了 可是 这时候 再强撑几天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 天方那边 复苏了 大家不去 其他七阶帝尊 可不会客气的 好快 龙主上次 其实也拿到了一颗星辰 此刻 也是皱眉 他的大道宇宙中 一颗星辰 也在闪烁光辉 怎么会这么快 按照他的推算 少则几年 多则几百年 都是有可能的 可现在 怎么复苏了 古怪的很 他看向天方的方向 微微皱眉 最近出乎预料的是 不止这一件 比如说 地龙世界晋级 比如 雷主主动妖战 比如 人族有修士修炼信仰之道就算了 还融入了混沌之道 现在 可能爆炸了吧 还有 天方复苏 他还在思索 那边 红月帝尊 看了一眼光明帝尊 再看看云霄和龙主两人 暗骂一声 两个王八蛋 一直不愿出权力 龙主这王八蛋 一直怂恿自己出手 出你大眼 他是真想拿下光明的 结果 这俩混蛋 有大道宇宙 居然还不肯出力 让红月之主有些恼火 他可是散修 大道之力有限 可不如这俩混蛋 此刻 天方复苏 不用说了 指望他们 继续围困光明 不可能的 天方 比光明要更重要 该死 红月之道 已经别无选择 看向云霄 云霄帝尊果然也朝他看来 下一刻 迟疑了一下 点点头 直接开启大道宇宙 也没什么多话 走吧 咱们去看看 一个眨眼 他直接消失了 原本红月帝尊还以为这家伙会带上自己 结果 他自己跑了 马德 红月大梦 也没多说 瞬间消失 显然 对方提前跑去 想抢大道宇宙了 而龙主 剑壮 微微皱眉 摇了摇头 并未进入大道宇宙 而是回归龙界 下一刻 三头巨龙浮现 直接抬着龙界前行 他可不会贸然从大道宇宙降临那边 哪怕天方复苏了 目前来看 也未必会马上复苏到园 不急这么一会 没人多说一句 也没人管光明帝尊 此刻的光明帝尊 眼神有些变幻 有些迟疑 我要去吗 我去了 这仨家伙 还会不会继续围攻我 考虑一番 天方大道宇宙 人人都想要 这仨 大概率无法继续同盟了 一咬牙 看向要养几人 你们留守 小心一些 我去看看 情况不对 我很快回来 说吧 又皱眉道 天方复苏的有些快乐 奇怪得很 按照我的判断 百年都不算多 可这才几日 居然就正式复苏了 想不明白 不过 那也得去看看才放心 同一时间 天方 人王助力天方之巅 此刻 大道宇宙波动 想制造隐瞒巴结 让巴结都信以为真的复苏 一般的手段可不行 此刻的人王 眼神有些冷蔽 有些凝重 天方宇宙 被他开启了 而天方复苏也有些真正意义上的复苏 因为此刻的人王和苍帝联手施展了阴阳之道 逆转阴阳 化死为生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这样的复苏只能维持一阵时间 而且还迎来了强大无比的雷杰 只是外人却是没敢知道 因为雷杰全部被苍帝吞下了 这一刻的苍帝 浑身颤抖 血流如注 人王轻轻抚摸着苍帝 安抚痛苦无比的苍帝 低沉道 忍一下 忍一下就好 咱们 吃鱼 吃大鱼 他咬着牙 人王这辈子 很少吃亏 可为了解决强敌 吃点亏 也不是不行 可他一定会十倍地收回来的 百倍 千倍 此刻的人王 看向那一颗颗闪烁的星辰 大到星辰 好像都在复苏 阴阳逆转 大到宇宙 好像都出现了变化 人王深入大到宇宙深处 看向那一颗依旧死寂的星辰 忽然冷笑一声 见你宝地一用 杀死了人 你也能早点复苏 可别一直盯着我了 再看 我可就要发火了 说吧 低笑一声 看向依旧痛苦的苍帝 低沉道 大猫 走了 先出去 咱们最后进 瞬间带着苍帝离开了此地 等人王和苍帝一走 那空间道源星辰 微微闪烁光辉 仿佛呈现出了一只眼 许久 光辉消散 混沌不知名之地 无数雕塑中 一尊雕塑 再次睁眼 微微扬眉 四方域那边 一群年轻人 是真的敢 一次次第 借天方宇宙 去算计他人 真是够大胆 够气魄 甚至逆转阴阳都用上了 有这经历 逆转复活一位七阶 不好吗 真是闲得慌 当然 只是想想 年轻人火气真够大的 居然还威胁我 好像 也来自那一方世界 想到上次 那位时光修饰 又看到今日逆转阴阳之人 这两人 可能是同源的 都来自那一方世界 有点意思 这两人 是一个世界的吗 这一方世界 进出妖孽了吗 提前制造天方复苏的假象 又想做什么呢 念头浮现 很快 雕塑闭眼 天方正式复苏 还需要一点时间 逆转阴阳也不行 不过 倒是看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 不枉自己看了一眼 第五百三十章 暴风雨前的安静 天方复苏 大量帝尊 开始朝天方汇聚 七阶的 八阶的 甚至一部分六阶帝尊 都动了心思 想要奋一杯羹 更弱的 那几乎没戏了 六阶的好歹赶搏一次 哪怕夺取不了大道宇宙 成就七阶也行 五阶的过来 那是真没机会了 一时间 三欲强者 纷纷朝天方汇聚而去 手持大道星辰 便可进入天方宇宙 若是无大道星辰 只能趁着其他人进入 看看能否顺带着一起 否则 就很难进入其中了 至于出来 也简单 手持大道星辰 而经星辰复苏 宇宙复苏 还是可以随意进出的 当然 若是大道星辰熄灭 宇宙复苏消失 那恢复了死寂的宇宙 就可能会被困在其中了 强者们联手 还是能联手打穿出来的 这一点 和上次一样 可既然已经正式开始复苏了 岂会熄灭星辰呢 一位位强者 迅速抵达 不过此刻 大家还稍有迟疑 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入 就怕大道复苏 第一个进去的 会遭受其他人围攻 就在这一刻 云霄之主抵达 天方界外 云霄之主看着天方 沉思了一会 进去吗 看样子 好像是真的复苏了 他手中的大道星辰 都在闪烁光辉 遥遥对应 好像随时可以开始天方宇宙了 上次 他和红月联手 也才拿到了一颗星辰 主要是李昊不给了 此刻进去 抛下红月 可是 可是龙主强悍 而且天方开启 也许 星武那边 甚至赤阳帝尊 他们都会放下战斗 前来此地 那时候 他在八阶之中 可不是顶级存在 还有 进入了天方宇宙 自己的大道宇宙之力 也会被压制的 甚至无法通过大道宇宙离开 被隔绝在内 否则上一次红月之主 也不会那么惨 念头不断浮现 又想到 最近赤阳帝尊 好像勾结了一些外遇强者 星武这边 苍帝和人亡都是七阶巅峰 龙主强悍 念头浮现之下 云霄之主 有些迟疑了 原本 他是准备抛下 红月帝尊的 可现在将其抛下 便是反目成仇了 对方也许 也能跟着其他七阶帝尊进入 只是一起进入 一般的七阶 大概率也不会得罪他 毕竟 还没确定 谁是天方宇宙的主人呢 念头浮现了一阵 而不久后 有人抵达了 正是红月之主 他紧敢慢赶 也考虑到了很多东西 觉得云霄可能已经进去了 结果一来 对方还在 倒是让红月有些意外了 而云霄之主 很快开口 红月兄 抱歉了 刚刚急于抵达此地 探查虚实 判断真假 没来得及带上红月兄 毕竟上一次 银月王和剑尊他们 伪造了天方复苏假象 我担心顾忌重施 他解释了一句 我不是故意抛下你的 只是提前来看看虚实罢了 红月帝尊心中念头闪烁 很快 大体上明白了他的心思 云霄在八阶之中 自己若是有大道宇宙 都比他强一节 现在也相当 可想而知 这家伙不太强大 之前雾山的脱离 甚至差点让他跌落八阶 显然 云霄是没有把握 去应对其他人 当然 他也一样 红月帝尊迅速判断清楚局势 很快也露出笑容 我明白 还是云霄兄警惕 警惕一下好 上次就是伪复苏 这一次若是也是假的 那就给了光明机会了 说吧 朝天方看了看 这一刻 倒是确定了 这次是真的 无他 此刻 哪怕大道宇宙还没浮现 可一颗颗星辰 闪烁光辉 仿佛要穿透大道宇宙了 整个天方 此刻都在颤动 大道之力不断浮现 有些若隐若现 却是真实存在 甚至隐约间 整个天方 还有一些虚影出现 要知道 上次 这些虚影都消失了 都是一些道运之地 都被寂灭掉了 可此刻 又有了一些浮现的征兆 这应该是真的复苏了吧 四周 七阶帝尊越来越多了 几乎都是以大道宇宙覆盖赶路而来 一个个抵达此地 看向两位巴结帝尊 有些凝重 有人想提前进入 可很快 云霄声音响彻天地 诸位 天方复苏 还没彻底开始 何况 有些人还没到 贸然进入 未必是好事 什么意思 有人躲在阴暗之中 此刻 沉声道 云霄帝尊 要阻我们进入大道宇宙 非也 云霄帝尊思索一番才道 心五跋扈 我担心诸位 都进入天方宇宙 心五突然出现 一家家世界捣毁 覆灭大世界 会得混沌带来灭顶之灾 此次 心五这边 若是人亡 苍帝他们不来 我们 还是要先为杀了心五 这不是借题发挥 而是真的担心 怕云霄 此刻 只有两位七阶坐镇 他很担心一点 那就是 他们都进去了 短时间要是出不来 心五这边 突然从赤阳狱杀来了 那怎么办 两位七阶 想抵御心五吗 其他人还好点 可心五这群人 简直就是蝗虫 他是真的有些忐忑不安 生怕不了红月的后尘 上次就是如此 让红月吃了得大亏 这一次 心五的人不来 他想 也许可以借机解决掉心五 因为 大家都担心这一点 他又道 诸位 心五剿灭大世界 不是第一次了 红月欲覆灭了那么多大世界 都是心五所为 以前的四方欲 很祥和 可如今 我们不能因为天方复苏 连自己老家都不要了 要知道 天方毕竟只有一位圣者 谁敢保证 一定就是你自己 既如此 一位为七阶帝尊 瞬间浮现 有人微微点头 的确 大家也很担心 其实云霄还好了 起码有两位七阶坐镇 有些世界 就一位七阶帝尊来了此地 进入其中 若是遭遇心五世界 直接送死算了 大家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要先联手剿灭心五吗 正想着 龙主来了 此刻 龙主也看向远处的天方 观察了一番 陷入了沉思 好像是真的复苏了 看着动静 不太像是假的 只是 复苏的机会太巧合了 他想着这些 那边 光明帝尊浮现 远离了几人 眼神有些冷力 一言不发 看了一眼众人 也陷入了沉思 这些人不进去 自己可不能进去 云霄担心自己老巢 被心五剿灭了 他还担心光明世界 在自己离开后 被人剿灭了呢 除非 八戒都进去 又过了一阵 天地波动 大到宇宙之力波动而来 一人浮现 身后好像还跟着 几位气息神秘的强者 众人都是一阵 赤阳帝尊 这家伙 居然跑来了 好大的胆子 他也不怕自己来这 世界被心五剿灭 当然 此刻不爆发战斗 没人牵制他 他也可以随时回归便是 赤阳 心五在哪 云霄之主急忙问了一句 赤阳帝尊眼神有些阴冷 扫了众人一圈 他一直朝这些家伙求援 结果 好家伙 打一个光明 打到了现在 结果如何 没结果 今日 这些家伙 居然还一起来了此地 光明帝尊好端端地站在哪 混蛋 心中愤怒 可还是压下了这些不爽 低沉道 不清楚 心五神出鬼没 没有龙主追踪 我又不敢贸然离开赤阳 如何追踪他 他看向龙主 倒是客气了几分 想要剿灭心五 没有龙主帮助 恐怕难做到 我们不敢贸然离开世界 唯有龙主带着世界 一直追踪 给我们定位 才能锁定心五 彻底剿灭对方 龙主此刻也正色到 四方欲太平 也是本座希望看到的 心五若是和平共处 三欲是你人族的地盘 我也不会参与其中 可现在 短短时间 心五剿灭大世界多作 扰乱了整个四方欲的秩序 心五毕灭 众人点头 也没多说什么 若是和平期间 你龙主想插手三大欲的事 那大家也不会答应 还轮不到 你一个混沌兽来参与 可现在 也唯有龙主驾驭世界 才能追踪锁定他们了 其他人 八阶地不敢追 怕老巢被端掉 七阶地追上去 那是宋菜 这是大家一直没办法锁定心五的关键 赤阳之主还在想着 而不少人看向他身后 有人想开口询问几句 还没来得及询问 忽然 一道身影一傻而逝 瞬间顿入天方界内 下一刻 一只猫 吞吐世界之力 大到本源浮现 浮现一颗星辰 一眨眼 天地裂开 眨眼间 人王拖刀而入 苍帝紧随其后 人王扭头看来 笑呵呵地 朝着众人挥挥手 白白的诸位 这宇宙 你方爷的 大到宇宙 瞬间封闭 人王和苍帝 消失在眼前 众人都是一正 看向几位八阶帝尊 几人微微皱眉 有些凝重 可很快 又都舒展了眉头 此刻 云霄之主和赤阳帝尊 好像都松了口气 好像 还笑了 众人对视一眼 有了一些默契 进去后 先弄死他 另外 这家伙进去了 那就安心多了 苍帝 人王 包括星武事件 都被对方带进去了 只是 此刻 龙主陈鹰一阵 传音道 没看到星武至尊 见尊他们 是在世界之内 还是 在外 肯定一起进去了 人王又不傻 知道我们肯定会联手对方他们 若是只有他和苍帝 必死无疑 带上几位七阶帝尊 才有希望抗衡 云霄之主觉得 这还用问的 肯定在世界内 要不然 那俩联手 也就一位八阶帝尊的力量 可现在 想杀人王的 何止一位八阶 龙主想了想 也是这个道理 不过 还是要谨慎一些 要是至尊他们在外 当然 好像和自己无关 就算在外 他们还能去龙域 倒是自己的龙界 考虑一番 他开口道 那我带着龙界进入其中 以防他在宇宙之内 也能动用世界之力 爆发本土优势 大道宇宙 虽然会冲突 可世界进入大道宇宙 倒是不会引起太大的冲突 到时候 对方坐拥本土之力 还是很难对付的 关键在于 龙界这边 还有七位七阶帝尊 这是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也是龙主最大的底气 所有人都觉得 他这边只有三位七阶龙族 可实际上是七位 多四位混沌兽七阶 关键时刻 甚至能坑杀一位八阶帝尊 进入了大道宇宙 这些家伙都失去了本土优势 四位七阶混沌兽 对付一位不是巅峰的八阶 问题不大 就算至尊他们没进去 也和自己无关 奈何不得龙界 龙域那边 还有十一家混沌兽大世界 想对付也难 众人都没再说什么 此刻 赤言之主压根不再理会众人 瞬间浮现星辰 眨眼间 打开了宇宙通道 进入其中 而身后 还有三位强者跟随 龙主扫了一眼 心中微动 不是赤阳世界的帝尊 而是外来户 两位都是七阶十里 可其中一位 大概率也是一位八阶 赤阳这家伙 怪不得如此安心 他赤阳世界 这一次除了他 还有四位七阶帝尊 在老巢待着 还不确定 有没有其他外来帝尊 他自然不担心 而今的星武 还有剑尊 至尊 地窟王 阳神四位七阶 可没了苍帝 这些人没了本土优势 激动力不够 想强攻赤阳 几乎没希望的 就在此刻 红月帝尊忍不住吐槽道 诸位 没必要如此警惕 复苏之下的大道宇宙 带着大道星辰 是可以随意出入的 现在的问题是 大道星辰 七阶八阶的 好像数量有限 谁能借我一刻 这些家伙 警惕得过分了 虽然说 反面教材就是自己 可是 这一次 又不是进去后 出不来了 手持大道星辰的 可以自由出入的 若非自己没有大道星辰 他早就进去了 反正他没什么顾忌 此刻 倒是有些不爽了 上一次 李浩梅给自己 大道星辰 给了云霄 这一次 倒是给云霄做主了 龙主笑道 小心使得万年传 怕就怕 到时候无法出来 那不就危险了吗 大家警惕一些 还是有必要的 这一次 复苏的有些快 他还是不太放心 也做好了出不来的打算 他和七位 七阶帝尊联手 哪怕真出不来 内部 一定是他最强 考虑到这些 他开口道 既然星武的两位 提前进去了 不能再等了 诸位 闹了 先行一步 说吧 手中浮现大道星辰 天地裂开一道缝隙 龙主这一次 没再让三大七阶 抬着世界 而是瞬间化为 一条巨龙 张大巨口 一个瞬间 将巨大无比的世界 直接吞噬 众人看去 都是心中一鸣 这就是混沌兽 八阶的世界 他们别说吞噬了 真纳入腹中 直接把自己炸开 肉身不够强势一点 关键是 混沌兽吞噬世界 世界其实不处于体内 而是处于一个 相对独立的空间 或者说混沌之道 制造出来的一种 特殊空间 而人族 却是不行 他们来源于世界内部 龙主吞下了世界 带着三位七阶帝尊 朝众人一笑 那 先行一步 瞬间消失在天地之间 带着世界进入了其中 此刻 见到有八阶进去了 其他七阶也耐不住了 一瞬间 四面八方 一个个裂缝浮现 眨眼间 一位位帝尊进入其中 红月之主看了一眼云霄 云霄之主则是看向光明 笑道 光明 一起 光明帝尊冷冷看了他一眼 有些默然 你是担心 你走了 我去对付你云霄世界吗 哈哈 怎么会 云霄帝尊笑了起来 是的 就是这样 你不进去 我也会逼着你进去 光明帝尊冷笑一声 瞬间跨入大道宇宙之中 很快 忽然又撕裂了大道宇宙 再次浮现出来 忽然笑了起来 可以进出 你们这些家伙 真够担心的 又不是不能进出 说完 瞬间消失 他也是试验一下 担心自己进去了出不来 还好 可以出来 这叫安心多了 云霄帝尊见状 这才开启了大道宇宙 笑道 红月兄 一起吧 红月暗骂一声 真胆小 非要等到最后 也懒得多说 等对方打开了天方宇宙 他瞬间跨入其中 而云霄之主 也紧跟其后 迅速进入 一时间 整个天方 都安静了下来 不过 很快 又有一批七阶帝尊抵达 纷纷手持星辰 陆续进入其中 此刻的四方域 大量的大世界 道主都离开了世界 若是此刻 有人有心思去找 也许能找到不少 无期接坐镇的大世界 而时不时的 也有一些帝尊 尝试出来 结果都是畅通无阻 这下子 众人彻底没了顾忌 既然可以随时出来 那还担心什么 天方宇宙深处 道琪沉眠在一颗星辰附近 此刻 道琪气灵微微摇头 看向四方 天方宇宙最多 还能维持一天时间 一天后 会瞬间进入沉寂 那时候 就是进出不能了 星武人王 手比真大 哪怕李昊和他比 手比也要小多了 当然 李昊实力不够 这星武人王 逆转阴阳 直接强行 将整个宇宙复苏了 看样子 有大目标啊 否则 付出的代价可不小 苍帝受伤了不说 逆转阴阳 要付出许多大道之力 甚至堪比一方七阶世界了 这人王此次 也必然是元气大伤 将这么多强者 引入其中 想做什么呢 道琪心中想着 也不敢露面 他都怕被人王 杀人灭口了 人王也许知道 自己就在其中 毕竟上次 剑尊他们是知道的 人王逆转阴阳 可以说 如今 整个四方域 除了星武 也许自己是 唯一的知情者 若是此刻 自己说出去 人王竹篮打水 一场空 不说 损失惨重 说不定还会被人围杀了 也难怪到其担心 自己会被杀人灭口 剑尊他们大概率没来 难道是为了 引这些强者进入 然后封闭宇宙 偷袭赤阳 一个个念头浮现 道歧没再去想 和我无关 此刻的我 找个地方 躲好了就行 另一边 人王脸色有些发白 的确损耗不小 人王揉着苍地的大脑袋 眼神有些冷力 传音笑道 赤阳世界 留下的力量不弱 最少四位七阶帝尊 甚至更多 外来户 也有一些强者 在其中 拿下赤阳很难 可云霄 十拿九稳 哪怕没有世界加持 老张他们几个联手 拿下一个云霄问题 还是不大的 只有两位七阶坐镇罢了 攻破了云霄 别的不说 星武这边 帝皇 镇天王 老王几人 都有希望跨入七阶 如今的他们 都欠缺一些大道之力罢了 很快 星武会诞生大量的七阶帝尊 然后再去攻伐赤阳 就有机会了 这一次 老子可是玩了一次大的 人王心中想着 这么多强者进入其中 一旦宇宙祭灭 这些家伙 有些人肯定想走 说不定会联手破开宇宙 而自己那时候最危险 因为他要阻拦这些人离开 此刻 还算安全 大家为了寻找道源炼化之法 此刻不会理会他的 一天 大猫 咱俩只有一天时间恢复 一天后 这些家伙 大概率会联手出去 咱们 拖住他们 苍猫摇了摇尾巴 胖乎乎的大脸上 满是悠闲 不怕他们 打架本猫不擅长 可本猫能带你跑 人王失效 跑个屁 走 先找个地方 去恢复 一天后 不许任何人出入 咱们能否发达 全看这一次了 八阶大事件 此次成功 大概率能拿下云霄 赤阳的话 希望很大 还有 雷狱之外 若是老张他们出去 能找到那几个外来户的世界 也给攻破了 那才是真的巨传 我心武 若是真的能顺利无边 也许一次性能诞生多位七阶帝尊 这一刻的人王 想着想着 自己都美滋滋地笑了 至于危险 有什么关系呢 他从不拘危险 只要收获足够大 能匹配自己的付出就行 又想到了银月的那个小家伙 摇摇头 可惜 那家伙跑去龙玉了 龙玉这一次的七阶 居然一个没来 除了龙主带来的几个 他还以为 龙玉的七阶也会来的 现在看来 龙玉是没机会了 那家伙若是精明 现在赶快回到三玉 寻找一些隐藏的七阶大世界 也许还能捞一笔 不过混沌很大 人家必然藏得很深 除了八阶世界难以挪动之外 七阶之主们 大概早就藏好了世界了 念头浮现 不管了 银月的小家伙 毕竟还是太弱了 若是七阶 这一次倒是可以喊上对方 一起吃块大肉 可只有五阶 哪怕能占七阶也不行 在这 几乎没什么机会的 龙界区域 李浩一行人 再次清扫了一批世界 击杀了大量帝尊 眼前的世界 已经累积很多了 李浩也没再完全放任 这些世界飘荡 银月的帝尊 不够用了 他开始着手 炼化一些世界 这一次 他不再分享世界了 因为这一次 他需要让自己晋级六阶 进入六阶之后 才有更多的机会 他的长河之中 一方方小界 迅速被填充 有些中等世界 能填充好几个小界 李浩的大道长河 疯狂奔腾 女王诞生的混沌之力 也越来越多了 这几日 女王也不断汲取 大量的人族信仰 此刻 甚至都有些晋级四阶的征兆 而随着杀戮变多 林红玉这边 他的死灵卫队 都有接近二十位帝尊了 不过几乎都是低阶帝尊 而林红玉 眼看着 也有希望跨入四阶了 这也让李浩稍显急促了 他五阶的时候 这些人刚成帝尊 他还是五阶 人家都快进入四阶了 哪怕实力 不可同日而语 可自己 被卡在五阶太久了 自从攻破四大阶 进入五阶之后 前前后后 都过去三四个月了 而自己 在这个期间 机缘极多 不但寂灭了天方 虽说主要是空际 获得了好处 可自己好处也不小 又吞噬了这么多世界 居然还没能跨入六阶 这让李浩很是心结 长河 微微颤动了一下 小阶数量 被填充到了八百之数了 李浩心中一喜 距离自己判断的一千之数 越来越近了 就在此刻 李浩长河波动了一下 忽然微微皱眉 开口 黑豹 怎么了 这一刻 黑豹居然主动通过时光长河 再联系自己 而一直不愿去说话 不愿去开口的黑豹 这一刻 居然传来了一股精神 和意识的波动 不好了 火凤那边的凤岩 带着不少帝尊 朝你那边赶去了 不止如此 据说 火凤界甚至收到了一些消息 龙界那边有一位 七阶回归 可能也是为了帝龙界的事 我现在和对方距离很近 凤岩速度不快 有火凤界外侍帝尊 提前赶来 联系我 让我等对方到了 和他们汇聚 李浩心中一震 此刻 迅速皱眉 很快 将此事放下 笑道 你居然传讯了 黑豹无言 他急了 很着急 所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又怕狗叫声李浩无法明误 只能直接通过精神波动去传讯 这么大的事 李浩居然不关心 而是关心这个 好烦 李浩很快笑道 可惜 你只能精神传讯 还是不能说话 对吗 嗯嗯 黑豹迅速通过长河 波动精神 是的 我还不会说话 我只能精神波动 李浩再次笑了起来 这家伙 算了 就当真的吧 没事 你和凤岩他们会合 凤岩他们 不用担心什么 但是不能提前动手杀他们 否则 杀了凤岩 火凤界可以感知 大世界的帝尊 不能轻易去动 至于龙界的七阶 不用大到宇宙的话 哪怕立刻赶路回来 也需要一点时间 此刻 李浩倒是微微皱眉了 七阶帝尊 是为了地龙界的事情回来吗 自己若是进入了六阶 倒是不担心 可是 这龙界帝尊 不能杀 杀了 大到宇宙会感知到的 这才是大世界帝尊的麻烦 而且 对方在这被杀了 龙主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大到宇宙 直接降临 这是更大的麻烦 正常情况下 大到宇宙覆盖范围没这么大 可一位七阶在这 就能将大到宇宙的辐射范围 疯狂扩大 这才是李浩担心的事情 龙族的七阶帝尊 若是真来了 还真不能轻易杀 除非 杀了有把握 可以逃过龙主的追杀 李浩皱眉 麻烦 龙主这家伙 不好好的去打星舞 让七阶帝尊回归做什么 头疼 此刻的李浩 还没收到来自天方的消息 否则 他就该安心了 天方复苏 还是此刻复苏 他对天方太清楚了 绝对没这么快 百分百有问题 而且 很可能和星舞有关 那他就不担心什么了 可惜 此刻的李浩 还无法接受到 来自天方的消息变故 所以 因为龙族七阶的回归 他不怕 怕的是 对方的到来 会引回龙主 唉 叹息一声 不再去想 见机行事吧 此刻 他是不能放弃 也不会放弃的 大不了进入六阶之后 再跑路 真的太可惜了 若是龙族的强者不回归 他一定不会就这么满足的 可恨 李浩低骂一声 不再去管 安心开始修炼 哪怕还有世界汇聚 他也不管了 来的世界 不算太强 空气在那坐镇 足以解决这些 他需要做的 是迅速晋级六阶 只要进入了六阶 他有把握 可以匹敌真正的七阶强者 而不再是伪七阶 快一点才行 此刻 李浩一咬牙 迅速传讯 让女王迅速突破四阶 都收拢多少人足了 信仰之力 还融入了混沌之道 都是白费吗 这么慢 地龙界中 女王也听到了传讯 直接从时光长河中波动而来 而今 银月帝尊 几乎人人都携带这个 方便通讯 有些无语 再快 也得一点时间消化吧 之前嫌弃自己 给他提供混沌之力太多 怕撑死他 现在又嫌弃自己慢了 真是多变的家伙 男人 都这样的吗 一会一个想法 还如此的欲求不满 你汲取混沌之力的速度 很快了好吧 居然还嫌慢 四阶 女王嘀咕一声 此刻 她的神国 已经壮大到了极致 可是 再快 信仰之力诞生 也需要时间啊 还有 自己的肉身不够强大了 都快撑不住了 都没时间好好凝练一下 一天到晚 光顾着升级了 现在的自己 说是三阶巅峰 可女王自己清楚 太虚了 除了晋级快之外 她现在几乎一无是处 当然 还有一个优点 可以吞噬别人的混沌之道 也就这些了 她本想好好停留一下 好好锻造 一下自己肉身 熔炼一下大道的 结果 这家伙又催 催命似的 还有 那家伙真能吃啊 这几天 吃了好几十个世界了 加上之前的 她看到的李浩 都吃了接近一百世界了 结果还没进入六阶 还一天到晚说 这个吃得多 那个吃得多 谁又你吃得多 心中吐槽了一阵 感知了一下自己 汇聚的信仰之力 之前她一直都在压制 压缩 一直没有汲取 此刻 听到李浩的话 还是有些无奈 其实 她真不想迅速进入四阶的 进入的话 自己还是有些危险的 现在 都快成真正的能量提供器了 她现在除了信仰之道 其他大道 几乎毫无任何提升 这样下去 没了李浩这群人 在混沌中 单独遇到任何一位四阶帝尊 自己也许 都会被打趴下 而当初 她在同阶中可不弱的 念头浮现 女王还是没在停留 大量的信仰之力 迅速涌入体内 一股圣洁之力 随之波动 朝着四方扩散 隐约间 背后有一万人族 正在为她祈祷 祈祷他们的天神 能够永远强盛 而女王 却是化为了月亮 照耀四方 不是非要如此 而是 人族的本体 有些无法支撑 这股爆发的力量了 唯有化为月亮 月亮 算是她的道源 一股四阶之力 缓缓一散而出 此刻 不远处 还在打造自己的 死亡地狱的灵红玉 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那边 倒不是嫉妒女王后来居上 提升到了四界 而是 有些宁眉 太过虚浮的四阶了 那股四阶之力 比起天极 怀王 甚至投靠而来的 寻弱帝尊 都要差许多 音乐的帝尊 虽然晋极快 可一般 在同阶中都不弱的 很早之前 就开始接触大道宇宙 一直被提纯大道 对道的感悟 也不算差 李浩拆了很多大道 给他们感悟 所以 大家虽然进步迅速 可都能跟上境界的提升 女王这边 那股四阶之力 给人的感觉 一触击碎 太弱了 甚至未必 比现在的自己强大 要知道 四阶帝尊 和三阶帝尊 可是有很大差距的 灵月 她就是那么一说罢了 你拍马屁 有必要如此吗 此刻 林红玉传音一句 有些冷力 她经常如此抱怨 又没说 一定让你马上晋级 关你何事 女王懒得搭理她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说吧 又传音回应一句 本王四阶了 你一个三阶帝尊 客气点 你 不使好人心 哼 你算好人 灵月 莫非你以为 你四阶了 就能压我一筹 老姑婆闭嘴 两人瞬间剑拔弩张 林红玉有些恼火 这女人 真想一刀劈死她 其他人倒是没参与 只是有些凝重 女王迅速夸入了四阶 速度太快了 可这么快 小心爆炸了 虽说 银月舞狮 和女王都没什么关系 也没什么感情 可是 而今还需要女王帮着 收拢亿万人足 要不然 别说一方六阶世界了 八阶世界 也许都快待不下这么多人了 可别爆炸了 而李浩 也瞬间感受到了 汹涌无比的混沌之力 疯狂涌现 微微扬眉 我就那么一说 这家伙竞技可真快 不过这也太快了 从半地到四阶帝尊 女王前后花了三个月时间 这速度 传出去能吓死人 可这未必是好事 越强 越虚浮 对方可能死得越快 刚刚就那么一说罢了 都没彻底稳固境界 又迅速强行跨入四阶 信仰之力虚浮得很 无法彻底稳固神国 无法彻底稳固本尊 迟早会被称爆 稍微有些后悔 自己干嘛非要多嘴一句 可此刻 事已至此 李浩倒也没说什么 女王这边 不能再晋级了 必须要压制一段时间才行 起码要等他境界稳固了才行 否则 这么下去 哪怕迅速跨入 七阶也没用 压根不具备什么 战斗力不说 涌现的那些混沌之力 回头等自己小界全部被填充满 女王死定了 不过随着涌入的混沌之力暴涨 李浩填充世界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 整个长河都在疯狂咆哮奔腾 一方方小界 迅速盘旋天地之间 渐渐地组成了一把剑 这一次 时光不再是核心 核心反而是一颗毁灭星辰 毁灭之剑 千界之剑 也许要真正成型了 下一秒 忽然感受到了一股死亡气息 一散而来 李浩微微皱眉 灵红欲晋级了 她倒是晋级帝尊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 这先后搅的 也有些强行提升的意思 真是麻烦 女人 连升个级也较劲 真够无聊的 她的死亡地狱不完善 就算跨入了六阶 也无望七阶 急什么 心中这么想着 自己却是有些着急了 大爷的 这些人居然都迅速跨入四阶了 这音乐 不会要进入六阶吧 要是如此 红师叔和钱无量 都跨入了六阶 我还是五阶 真的没脸见人了 李浩不再多管 疯狂开始汲取那些大道之力 拆分那些世界 甚至传讯空气 空气凶 继续去扫荡世界 距离远一点也行 我需要更多的世界 外面 刚解决了一批地争的空气 也顾不得喘息 很快 丢下几个世界 接着转身离去 干点活 心里乐呵 之前的李浩 一直都是不慌不忙的 每次都是不争不强 好处都给大家拿走了 她每次好像都没获得什么 大家都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这几日 音乐舞诗也好 空气也好 都美滋滋的 虽说世界一个没落到 都被李浩拿走了 可大家都喜滋滋的 总觉得自己有点用啊 比如现在 出去抢世界 给李浩修炼 所有人都有一种成就感 就连袁硕 也哼哧哼哧的 到处搬运世界回归 很久之前 就开始吃涂地的 吃到现在 她也有些挂不住脸了 这一次 李浩闭关修炼 他们这些人 在外打伤打死 夺取世界 反而一个个开心的不行 地龙世界附近的世界 肉眼可见地减少 可不断有世界涌来 有帝尊感到 少一批 来一批 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有人觉得 其他帝尊也许没到 有些觉得 可能躲在了远处 可这样的气氛 维持了一段时间 后来的一批帝尊 总算觉得有些不妥了 此刻 距离大道波动传荡 已经接近半个月了 半个月时间 附近只有零散的 二三十个世界 而原本一些熟悉的世界 倒也有一些在这 可更多的世界 好像都不见了 等到凤岩帝尊 他们抵达 凤岩第一眼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有些疑惑 看向远处的地龙世界 我来得够慢了 还以为此地到处都是帝尊 到处都是世界 怎么才这么一点 里里歪歪的 看起来 还不到五十个世界 可龙界范围内的世界 起码上千了 难道说 龙界的帝尊 都不好奇的吗 这一路上 几乎没遇到 什么世界存在 好像都走了 可真到了这 忽然发现 龙界好凄凉啊 这里如果 汇聚了几百世界 那还正常 就零散几十个 凤岩都觉得 龙界是不是破败了 不然 怎么就这么一点世界 而且 大部分都是小世界 中等世界 除了帝龙界附近几个 几乎看不到其他的 凤岩帝尊一边说着 一边略显疑惑到 不止这边 之前 交界之地的世界 好像也少了一些 黑狗 之前参加你那分享会的帝尊们 都去哪了 这时候 他好像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但是没有怀疑黑豹 因为大家 签订了大道盟约的 不知道 有些也是听说 此地有大世界出现 说是来这边了 没到吗 黑豹精神波动 好像也有些疑惑 殿下 咱直接去帝龙界吗 不急 凤岩帝尊微微皱眉 等其他大世界的使者抵达 还有 再等等 母后之前有消息传达 这几日 可能有龙屎回归 大概也快到了 等龙屎来了 一起去见 此刻的他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这附近的世界 太少是一点 隐约间 好像闻到了一点血腥味 要知道 这可是混沌 哪怕真死了人 混沌冲刷 瞬间就没了血腥气 可他 好像闻到了一点 他不确定是不是 可是 这一刻 的确有些不安了起来 什么情况 龙界 好像少了许多世界 而一座世界 最少也是一位帝尊 都去哪了 黑狗 你嗅觉敏锐 你去附近看看 其他世界 是否在附近隐藏 黑豹文言 也不拒绝 迅速消失在原地 心中也是不安 不太妙啊 有七阶要来了 关键是 李浩还没跨入六阶 他这六阶 怎么这么难呢 若是还没进入六阶 对方的七阶提前到了 那就真的麻烦大了 与此同时 火凤界外 一位七阶帝尊 从世界中走出 火凤界主亲自来送 满面笑容 龙轩道友 放心便是 也请龙主放心 距离腰战还有几日 我一定不会大意的 嗯 我当然放心 火凤道友 龙轩帝尊笑了一声 我先去见见龙 若是大道宇宙 已经彻底成形 我会和他一起 赶去雷界 为你们助阵 此次 若是顺利拿下雷界 到时候 还请火凤道友提携我了 道友说笑了 有龙主提携 何许我费心 哈哈 那倒也是 龙轩也相当客气 倒不是对火凤 而是 火凤的女儿 那个已经去了 地龙界的凤岩 龙主睡过的女人 辞兽一堆 可后翼真不多 六阶巅峰 此次拿下雷界 必然跨入七阶 七阶后翼 那也是独一份了 当然要客气一些 那我就先到辞了 龙轩不再耽误 他在火凤界停留了几日 目前来看 雷界也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挺好 先去地龙界看看 喊上地龙 一起助阵 就算雷主有什么想法 五位七阶帝尊为公 八阶都能占了 何况雷主 就算你真跨入了八阶 也得死 对了 天方那边 好像有些变故 我无法联系上龙界了 龙轩忽然提了一句 之前有消息传回 龙主应该是进入了天方宇宙 现在可能是处于争夺期 或者被天方宇宙屏蔽了联系 三欲强者都进入了其中 若是能拿下雷剑 到时候 恐怕还需要火凤道友 能安排一下 一起去天方看看 免得龙主势单力薄 当然 火凤帝尊点头 笑道 应该的 可惜 若非被雷剑拖累 我们也该多去一些强者才对 让三欲见识一下 我混沌一族的强大 龙轩笑着点点头 不再多说 解决了雷剑 再去也不迟 何况 龙主那边还有七位七阶助阵 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快 他直奔地龙界而去 速度极快 而这一刻的李浩 介于填充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900以上 只是 随着附近世界被不断歼灭 能给他提供的大道之力 也越来越少了 快了 李浩嘀咕一声 距离雷主的一月之七快了 距离黑豹说的 那位七阶帝尊抵达 好像也快了 他目光投向地龙界外 一直没有被炼化的天荒 几大六阶世界 还有地龙界本身 把这几个世界炼化了 也许 自己就正式跨入六阶层次了 应该 有些感觉了吧 他喃喃一声 外面 此刻聚集了一些大世界来的使者 但是都没进入地龙界 可能是察觉到了一些不太对劲 毕竟 失踪的世界太多了 这些人 这时候 大概率都在等待那位龙族使者抵达 毕竟 地龙是七阶帝尊 哪怕真是的龙帝尊导鬼 这些强者 也不敢贸然得罪 只能等待龙族的那位七阶回归 在一起质问的龙帝尊了 席卷龙玉 该是时候了 李昊忽然笑了一声 闭目 不再去管 龙主 就看你会不会回归了